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部犯罪推理动作电影中 秦岚和高盛远饰演一对夫妻 而任达华则饰演秦岚的父亲 虽然人物关系看似简单 但影片一波三折的剧情 还是让拍戏无数的任达华 消耗了不少脏细胞 我拍戏拍了几十年 看剧本看了很多年 但是老是看来看 就那个剧本我都看不懂 剧本让华哥感觉如此烧脑 还要怪这部犯罪动作片里 隐藏着一位幕后凶手 而此人就潜伏在三位主演之中 不过台上的三人 早已统一好了口径 是将打太极进行到底 将谜底留到9月17日 上映那天揭晓 看我的外星也不像显人 所以我可以保证 我绝对不是凶手 显人不是我 可能是你 I'm not a suspect I'm a war man 正当台上三位主演 聊得好不开心之时 秦岚却突然没了人影 等到再度被发现时 秦岚已经被红绸绳紧紧绑在一张椅子上 于是高盛远 任达华立即展开解救任务 经过一番头脑风暴 二人根据层层提示 找出隐藏线索 高盛远抢先一步 找到了道具剪刀 但手忙脚乱的他 一时竟没能剪开绳子 所以也就遭到了任达华这样的调侃 由于活动当天 林定秦岚的生日 任达华建厂以天中老爸的身份 被秦岚推上一个生日大蛋糕 而一旁的老公高盛远也不甘示弱 送上一个精致的钻石皇冠 作为生日礼物 你可千万别以为高盛远的礼物 只是好看而已 其实这个皇冠 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 我说高盛远 你对秦岚如此些殷勤 难道你就不怕 家里的周公子会吃醋吗 既然提到了周迅 媒体们自然不会忘了 向高盛远求证周迅怀孕的消息 在《别有动机》的发布会的同一天 爱情电影《心步步惊心》 在北京也举行了一场 名为《最美的情书》的发布会 陈奕涵和杨又宁两位主创始登场亮相 发布会一开始 现场的气氛就非常的欢乐 这新步步惊心发布会的一开场 主办方就向我们的女主角 陈奕涵发送福利 一众型男疑似排开 我们的意涵 能找到电影中的四爷杨又宁吗 好 我们摸一下胸肌 看看是不是杨又宁 接下来这回 等一下 谁觉得你把手吸进去的 没事 随意了 是不是谁都去赶出 他没有摸到这种了 你知道 嗯 你不是 他不是 确定吗 你确定他不觉得这个就是 为什么 你能讲一下为什么你觉得是吗 他有什么特色 杨又宁还是静 他那时候比我大一点点 好不容易找到了四爷 现场两人也是互相爆料 别看在电影《心步不经心》中 陈奕涵一副柔弱的样子 现实生活中他可真的是个女汉子 活泼好动的他在拍摄中 也是常常演得杨又宁笑唱 我跟他在演感情戏的时候 我其实说越来越难 对 因为刚开始我们这样 我们话连海包都拍不了 我们后来看到海包都是 我们看到那个 看着那样的方式 我真的到后来 他就是连海包都拍不了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落出那个 所以我们俩还可以分享身体 对哦 那后来的时候我们这样 一边让身体调话就 就过 在前段时间热播的综艺节目 《花儿与少年2》中 陈奕涵独立爽朗的个性 引得不少观众路人转粉 现场他也是展现了女汉子的一面 好 来 你好好抱 来 三二一关美女准备了 三二一 好吧 这公主抱是失败了 那就让我们来听听陈奕涵 为电影《心步不经心》 现场的主题曲吧 要知道我们的杨又宁 对这首歌可是评价很高的哦 好 谢谢 既然四爷都这么说了 不如让我们来听听吧 现场如此欢乐 叫人对这部《心步不经心》更加期待了 那就等8月7日一起去影院支持一下吧 一提到江潮 不少人会想起他在小时代当中 饰演的那个渣男角色 的确 江潮凭借不错的演技 将这个坏人演的是入目三分 那近日由他和张嘉尼主演的青春电影 《我的青春我点赞》 也在上海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工作 下面的时间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什么什么 没有这场吻戏 你也赶上来就吻 江潮 难道你在新片《我的青春我点赞》中 又要出演渣男角色了 原来这回江潮开始演好人了 而且和以往角色相比 这突破还真不小 尽管这是部青春喜剧 但江潮还是因为角色的小放荡 而遭到了掌锅 掌锅啊 因为我这个戏很多喜欢的 被掌锅了 就是九中之演的 这个是山巴的 这个真的打我 习惯没关系 也难怪江潮被掌锅 看看这手灯大一幕 第一次以短发形象识人的张佳妮 还真有点女汉子的味道 这和我们以往看到的她 可真是反差极大 我每一天小姨戴上这个情境咒 我就把这个就是 就是对我的这个性格 把它就是完全的释放到最大 就是她的那种男生性格 看来这两位主角 在片中饰演的角色 都和以往自己的作品 有着不小的突破 看来这部我的青春我点赞 也是值得期待了 好了 欢迎回来 要说近几天 暑期档的票房成绩 《小时代4》和《只子花开》 这两部电影 可谓是齐头并尽 真的是难舍难分 其实仔细来看看 这两部影片 还是有着不少的相似之处 青春电影 《新进导演》 以及《偶像路线》的演员阵容 都是让这两部影片 难免会被拿来比较一番 那接下来的时间 不妨就让我们进行一番大比拼 看看这两部影片 各自在哪一方面更胜一筹 作为一部电影的主心股 这两部影片的导演 清一色来自于《转行》 前者是知名作家 将自己的五年连载翻上大荧幕 后者则是金牌主持人 将自己的成名曲改编成了故事 虽说都是跨界指导 但首支导筒的何俊何老师 这人缘可不是一般的好 首映里捧场明星扎堆 微博上不少好友也是帮着宣传 赚得不少眼球 不过相比之下 郭敬明 郭总裁似乎就在另一方面 下了一番功夫 无论是艺术总监黄威 还是监制 柴志平 都是业内知名人士 而主题曲演唱者张慧妹 吴亦凡等 更为这部《小时代》 增添了不少人气 出去幕后团队的强大 《小时代》的台前也是星光熠熠 也许前三步时 部分演员还并不被观众所足之 但到了第四部 陈学东 瑞颜凯 李贤仔等一众花样美男 早已有了大批女性粉丝 巨男美女的阵容 已经为前三步招揽了十几亿票房 这最终章的好成绩 似乎也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而另一边 新晋某女郎张桂文 虽说在归来中大受好评 但与郭彩杰 杨逆等人相比 票房号召力还是略选一筹 同样 男主角李一峰 进来的人气虽然水涨船高 但《只字花胎》 毕竟是他的第一部大节目作品 这人气与票房数字 能否成正比也是个未知数 我追到眼前 可跳舞这件事情 咱们能办成可以吗 在这个IP电影的时代 可以说一个IP的知名度 决定了这部电影的热度 《小时代》作为一部小说 本来IP力度并不强 但随着三部曲票房大卖 同名音乐剧 网剧 游戏都接踵而至 也让《小时代》三个字 成为了一个代表 而相比之下 《只字花开》似乎更为大家所熟知 听到这四个字 大家也都能分上两句 这也是继去年同桌的你 这个音乐IP被改编成 电影票房大卖后 何炯的大胆城市 既然歌大家都听过 背后的故事 也许还是能吸引一部分的观众吧 此外 两部影片中都带着浓浓的情怀 《小时代》用四部影片 讲述了四个女孩的携手成长 《只字花开》则是直接将目光对准了毕业 这一大学生们都将经历的过程 也许女孩们的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性味花 男孩们的心里也都有着毕业时未了的遗憾 在这一方面 不能说哪部影片更胜一筹 只能看电视机前的您会选择为谁买单了 看过了这番大PK之后 对于这两部电影 您是否也有了自己的选择呢 不过相比郭敬明 这部《只字花开》对于何炯何老师而言 更是意义非凡 毕竟这是何老师的导演处女作 近日片方也是公布了电影的《片尾彩蛋》 还没来得及去影院观影的观众 不如就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先读为快 由何炯导演李一峰 张慧文主演的《只字花开》 正在清新热映中 如今票房已经轻松突破三亿大关 影片轻松搞笑的风格 喜感十足的故事 受到了不少影迷的好评 而在片尾由导演何炯和好友谢娜 出演的《片尾彩蛋》 更是成为网友点赞最多的神来之笔 近日片方也是发布爆笑彩蛋片段 何炯和谢娜 在线片中李一峰和张慧文的 《公车表白接吻》片段 你还得摸我头呢 摸摸 如此尺度 网友也不禁担心 张杰到底是不是知道呢 电视机前的您 要是还没有看过这部 何老师的导演《处女作》 那么也要抓紧时间了 赶紧去影院 欣赏这个方法 这边《小时代四》和《只子花》开始打得火热 那边另一部大家翘首以盼多时的真人动画电影《捉妖记》也是叙事待发 这部由怪物史瑞克之父许承意指导 白白和景博然领先主演的何嘉欢电影 将在7月16号全国公映 片方近日也是发布了一首名为《精灵奇缘》的宣传曲 演唱者方面更是邀请到了在影片当中 也有客串的《森蝶》以及《甜亮》 叶仪倩这一家三口为影片现场 不晓得我们的女汉子森蝶 她的唱功有没有进步呢 伴随着女汉子森蝶 稚嫩的嗓音 这首曲风鸣快的宣传曲 俏皮地勾勒出胡八的斗曲形态 也勾勒出电影所承载的奇幻世界 据悉 歌曲《精灵奇缘》由曾创作过《爸爸去哪儿》 等温馨歌曲的叶盛陶倾情打造 《森蝶》一家更是首度一齐现场 此次 心霸田亮和《萌娃森蝶》的唱功可是进步不小 MV中 田亮一家在录音棚中友爱互动 穿插胡八与 景博然 白百合 在影片中的感性片段 欢乐氛围下显得温情满满 有了明星家庭脉力加持 相信影片《猪妖记》在7月16日上映时 势必会掀起一场亲子观影框潮吧 下面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两部大家颇为期待的新片 一部是由卷幅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领先的电影《模仿游戏》 另外一部则是从嘎那再遇归来的电影《刺客 聂影娘》 影天《模仿游戏》讲述了天才数学家艾伦图灵 用尽心血帮助盟军破解德国密码系统恩尼·格玛的传奇故事 《ENIGMA》是一种一种最优秘的最优秘的 想象一下他就是一个数学家 27岁年代 从加密网上 他在政府做非常高级的权势工作 他的生命就突然变成了这种真正的 犯人游戏扮演 饰演这位天才数学家的正式卷幅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他的精彩演出也获得了剧组中他人的一致认课 据悉 影片已经定当7月21日全国上映 究竟卷幅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 届时电视机前的您不妨走进影院欣赏一番 预告片中自幼被倒孤掳去的聂颖娘 在深山中苦练剑术 回来之时已是一名技术高超的女刺客 而师父送她下山的目的 竟是刺杀与聂颖娘自幼青梅竹马的表兄田济安 舒奇的神情时而坚定时而迷茫 可见聂颖娘与田济安之间不可言说的复杂情感 据悉电影刺客聂颖娘将于8月27日全国上映 到底这部嘎纳再与归来的电影 会给大家多少惊喜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